我覺得這個事件 如果要讓台鐵改革的話 我覺得要 叫引進空難調查的那種概念 同意 對 同意 那空難調查 不可以台鐵調查台鐵 交通部調查台鐵 空難調查一定是有一個非常專業的 超然的委員會 甚至是國際的 國際鑑定這個空難的單位 他們去鑑定過 甚至國外會很認真 把所有的殘骸全部保留 把它拼湊出來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我們現在都怪遊信司機 我跟大家講 即使在我們民房法也有規定 就是說如果發生空難 駕駛性存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去追究他的責任 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當然我們的法律會追究司機 業務過失 業務過失致死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被追究罪責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盡力的要逃罪 律師也會幫你辯護啊 一定會把很多就是說 對自己不利的事情隱藏掉 因為很多事情只有駕駛才知道啊 你這個時候你沒有辦法進到調查的 真正的那種 真相 真相啦 那你沒有調查出來的話喔 好啦 你現在說好 你就算給他業務過失嘛 判給他關嘛 但是真相沒有出來 以後還有可能會失事咧 所以空難的原則就是駕駛員 不就責但是完全合作 如果是駕駛員 比方說駕駛員有怠惰 駕駛員有犯錯誤 駕駛員有任何的情緒的原因壓力的話 不好意思 你必須歸咎到於說 台鐵的訓練不足 台鐵的監督機制 就是他的整個系統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次駕駛員有問題 但系統也一定有問題 比方說什麼 我已經通報啦 檢修員也看過啦 為什麼調查中心的人 他們沒有做出應該要停死的預判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台鐵的結構裡面 有辦法看到問題 預知問題的人 有沒有那個權力可以說 讓火車停死 或是說換乘客 我覺得可能是沒有 他們必須冒著風險繼續做事 這樣當然壓力會很大